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帕在國內坐飛機 美軍空襲北京 防不勝防 中南海一清二楚 中國小孩沒見過一元紙幣 影響不可小區 小弟逼中共出血 一直暗中替中共幹髒活翻臉了 北京話音未落 麻煩找上門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6月4號 星期二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帕在國內坐飛機 美軍空襲北京 防不勝防 中南海一清二楚 近日 美國軍事評論員沈舟在大紀元發文指出 美軍是否計畫空襲北京 中南海早已心知肚明 也是中共最擔憂的 北京周圍優先部署了中共最高等級的S-300 S-400和紅旗9B防空導彈 防空網密度極大 中共黨魁出行 不敢坐飛機 正是擔心北京周邊的防空導彈 專機進出北京需防自己的防空系統 中共雖然污衊帝王政體 卻佔據北京 皇城 中南海 但定督北京也帶來了防衛難度 北京距離渤海灣不到200公里 1900年八國聯軍曾從天津逼近北京 迫使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逃離京城 如今 戰機速度超音速 從韓國到北京不到1000公里 美軍戰鬥機一小時就能到達 正好在F-35A隱形戰機的作戰範圍內 中共的第二個殲-20大隊部署在遼寧安山 隨著殲-20增產 中共在山東區埠也開始部署殲-20 這些戰機應主要用於台海 東海和南海 卻不得部分出一些防衛渤海 黃海和朝鮮半島方向 中共北部戰區在山東圍坊部署殲-16 在大連部署殲-11 但這些戰機並不是美軍F-22和F-35的對手 此外 美軍艦艇和神盾艦若部署在黃海海域或在日本 韓國之間的對馬海峽 可以發射戰斧巡航導彈攻擊北京 戰斧巡航導彈最大射程已從1600公里擴展到2400公里 陸基型號低風系統4月曾部署到菲律賓 也可部署到日本或韓國 日本訂購了400枚戰斧巡航導彈 希望盡快形成反擊能力 俄羅斯的S-400防空導彈在俄烏戰爭中表現欠佳 難以攔截美烏提供的戰術導彈 中共的S-300 S-400和紅旗9B等能否發現美軍隱形戰機 能否有效攔截戰斧巡航導彈 中南海恐怕心裡沒底 至於美軍的隱形轟炸機 更是防不勝防 中國小孩沒見過一元紙幣 影響不可小覷 中國電子支付普及率高達92% 打開手機微信支付寶一刷就能完成付款 導致紙鈔使用大幅減少 許多中國孩子因此認為手機就是錢包 甚至沒見過一元紙鈔 對零錢感到困惑 專家指出 手機支付的便捷性讓孩子們以為手機裡有用不完的錢 導致他們對錢財的認知薄弱 難以建立對金錢的珍惜和尊重 潛在影響不可小覷 官媒《光明日報》報導 武漢某小學的數學課堂上 老師在教授認識人民幣一課時發現 許多學生能認出百元十元的紙幣 但超過一半的學生沒見過一元紙幣 也不知道六角等零錢的面額 看到湊出三元六角的數學題目時感到困惑 不僅如此 中國孩子還不知道錢怎麼用 不理解換錢和找錢的概念 一位媽媽表示 她的小一孩子只有在過年時見過一百元人民幣的壓歲錢 平時家裡找不到其他面額的紙幣 她問兒子如果有兩張二十元紙幣 怎麼去商店買一個三十元的東西 兒子回答說 可以先給老闆一張二十元 再把另一張二十元撕成一半 湊成三十元 中國數學教師表示 近五年來 小一學生不認識錢的情況越來越明顯 媒體指出 這主要是因為小學生從小看到家人用手機付款 對錢沒有概念 才會出現錯誤認知 認為錢就在手機裡 錢不會花完 刷一刷就又有了 中國行動支付的便利性正在阻礙孩子們對錢財的正確認知 小弟逼中共出血 一直暗中替中共幹髒活翻臉了 在伊朗官方剛剛感謝中共對來新總統墜機失勢表示哀悼後 卻突然發出了抗議之聲 據伊朗媒體報導 6月2日 伊朗外交部召見了中共駐德黑蘭大使 抗議中共政府支持《中阿聯合聲明》第26條中毫無根據的主張 該條款稱 阿聯酋對波斯灣大通部島 小通部島和阿布穆薩島三座島嶼擁有主權 但伊朗認為這三個島嶼歸屬伊方 大紀元評論員周曉輝撰文說 原來阿聯酋總統阿勒納哈揚剛剛對中國進行完國事訪問 中阿簽署了聯合聲明 聲明中涉及的三島問題引發了伊朗的不滿 伊方強調 德黑蘭和北京之間有著特殊而完美的關係 此外 伊朗當局也是緊急召見了中共大使 表示強烈不滿 而伊朗媒體則以台灣獨立 合法權力作為頭版回應北京 推特上也意外掀起對台獨的關注等 這說明伊朗從官方到民間 都對中共的兩面嘴臉很是生氣 對於伊朗的怒火 先是中共外交部辯解稱 海河會國家和伊朗都是中共的朋友 中方發展同雙方關係 都不針對第三方 隨後中南海最高層 又派出了時任中共副總理胡春華 率領經貿代表團前往伊朗滅活 如今 伊朗再度向北京表達不滿 大概率又是在逼迫中共出血 如果中共不答應 一直暗中替中共幹髒活 如支持哈馬斯 軍援俄羅斯 在中東攪局牽涉美國經歷的伊朗 會繼續幹下去嗎? 被伊朗拿捏住軟肋的中共 為了自己的野心 極有可能繼續滿足伊朗的部分要求 以金錢滅活 中共又要撒出多少錢呢?大家不妨仔細關注 北京話音未落 麻煩找上門來 儘管北京大力推銷新三樣 中國電動汽車和新能源行業已陷入困境 據《日經》報導 理想汽車公司因純電動汽車銷售疲軟 一千多名工人被要求辭職或拿最低工資 中國消費者不願或無力購買本國產品 美國和歐盟擔心 中國用國家補貼的廉價商品衝擊市場 白宮已將中國電動汽車關稅提高至100% 歐盟也將很快結束反補貼調查 可能徵收新關稅 業內人士感到緊迫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專家認為 中國汽車製造商和品牌過多 難以維持 新工廠獲得地方政府補貼和廉價信貸 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嚴重 今年第一季度 汽車工廠產能利用率降至64.87% 新能源汽車的產能利用率僅為47.5%左右 香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表示 工業產能反而在增加 企業出口動力越來越大 一些公司可能面臨清算 規模較小的企業可能在明年年底前關閉 這會減少產能過剩 但也會給北京的決策者帶來問題 習近平上週要求官員優先考慮高質量的充分就業 電動汽車及相關行業僱用了數百萬人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萬廣華認為 中國的根本挑戰是消費支出不足 企業只能在海外建廠 但這會影響中國GDP增長和就業 走出國門也不是萬靈藥 歐洲銷售業績不佳讓中國長城汽車 關閉了在慕尼黑的總部 電池製造商也放棄了在德國擴張的計畫 中共當局和產業界不願縮減規模 這預示著中國將與西方發生更激烈的衝突 中國的新三樣出口額在2023年突破1萬億元 同比增長30% 但中國出口的電動汽車 仍不到國內生產總量的15% 您的鼓勵是我們前行的力量 萬分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會增強這個視頻的傳播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